哈喽大家好我是蝸牛哥 有粉絲說蝸牛哥你敢不敢拿泰家去打精英副本6-9 没有什么敢不敢啊 没有什么敢不敢 了不起就是战败呗 对不对 切换精英 6-9就在此 我们直接征战 而且他的要求是自动啊 自动战斗 因为手动战斗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动战斗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你见些你没有用无敌技能的话 这些伤害还是挺高的 这些某些小兵 例如那个爆炸兵 我的天不谈别的兵了 这些小兵我感觉打的身上都非常痛 你看这个他还挺会自动的 前面不停的跟我丢大和那个无敌技能 你看你看这一波伤害打的我 直接少了十分之一的血 发牛哥现在玩这个游戏最缺的就是等离子进破啊 真的是什么都要他 等级突破要他 雷杰多最后一个任务要他十万 偷布任务那要的更多 装备也要他 真的是什么都要他 我感觉现在看起来这个3-9精英副本 还是打起来很轻松的啊 看见前面那一个爆炸的爆炸龙没 你爆炸的时候要是不是无敌 因为你会把他炸死 哦对还有粉丝说能不能打加坦杰恶 我真的不想打那个东西啊 因为我发现每次打到第十几个箱子的时候 游戏就散退了很崩溃 打了半天用了那么长时间 最后跟你来个散退 散退的话那个奖励是给不了你的啊 他必须要安全结算 或者你战败或者时间到 或者全部打完 你才能拿到箱子 你要是散退了那个箱子的奖励 就是白打 时间白浪费 所以我是真的不想去打那个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奖励又非常丰富 我很纠结 他又有金币 又有箱子 又有装备 又有卡片 瓜牛哥现在卡片那么少 没有闪卡的原因 之一就是没有打那个东西 好吧 那我们试验已经完成了啊 我们这个自动战斗 还是OK的啊 自动战斗的态价 还是可以成功的完成 精英副本 6-9 好的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支持观念哥的 帮观念哥视频多多点赞 没得关注的点赞关注呗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